又是一肘 而且他会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动作 就是看拳使肘 你像刚刚那个动作 你感觉他过来的是一个拳 其实是一个横摆肘的动作 在这个位置的动作 不可以击打后的好 尤其是刚刚摆上去的是一肘 对 所以对于李先生来讲 如果防守端但凡有一点点披露的话 刚刚那个动作极为危险 这也就是我们看泰拳的时候 就非常精彩的魅力所在 是 肘跟肘的公斤 漂亮 一个纵轴的鸡蛋 又是一个肘 确实是凶 因为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 就身体数据上也非常的相似 都是175公分 避展上呢仅仅是 加瓦德这边两公分的优势而已 但是两个人的避展 在61公斤级都不短 都达到180公分以上 所以这场比赛 两个人的全拼的 看着也真的是很养眼啊 很好看 漂亮 联机的能力也不错 就是感觉加瓦德的确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在这两年 好 还有10秒 不愧是一个就是双修的运动员 就是如果我觉得加瓦德 谢谢